歡迎收看屈機頭條 我是吳俊宇大宇 熱得一齊看時事 我們立足香港 聚焦中國 防恨世界全部視 上年兔年世界局勢動盪 俄烏戰爭持續 尾巴衝突白熱化 朝鮮局勢緊張 南海爭議再起風雲 今年農年 全球地遠政治又會何去何從呢? 今集大年初一 跟大家暢談世界事 首先讓我介紹今集的嘉賓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陳潔博士 大家好,我是陳潔 恭祝大家身體健康 農年行大運 鄭國均博士顧問行 主席兼首席顧問鄭國均博士 大家好,我是Dr. Raymond 恭祝大家新年進步龍馬精神 中華智慧管理學院院長彭宏基教授 大家好,我是彭宏基 今天大年初一 希望大家能夠多福多手 香港城市大學 NBA課程協理主任 陳鳳祥博士 大家好,我是陳鳳祥 祝新的一年 大家心想事成 萬事如意 資深傳媒人黃善勇先生 大家好,我是黃善勇 恭喜發財 恭祝大家身重力見 在節目開始之前 提醒大家 記得訂閱WKTV 留言、讚好 和分享給你的朋友知道 然後,你覺得東升西降這個情況在龍年會不會更加明顯呢? 六年呢? 其實在地緣政治呢? 大家都在觀察著 中國會不會發神威呢? 和美國之間的勢力或影響力的赤銷比長之間的變化 我們都留意到 其實很多人都說 美國正在走下坡 中國正向上走 中國人自己說是沒什麼意思的 但是我們留意到 最近有一個很有權威性的國際關係的學者 這個人也做過美國的助理國防部長 他也是最出名的所謂軟實力的作者 或者是創作者 這位先生叫做玉石庫萊 這位學者 他就對美國的所謂局際影響力的變化 做了一些很深刻的研究和分析 他認為 其實我們都留意到 譬如說 特朗普上場期間曾經提及 令美國再次偉大 其實他說 其實美國已經一早已經開始走緊 衰落這條路來的 那麼他分析其實很清楚地顯示就是 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後 曾經一度是世界是唯一一強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當時騙有這個原子彈 那麼全世界沒有人有的 但是到了1948年之後 他開始變化了 這個關係就是因為蘇聯已經有了 所以來說已經對他的所謂 世界、稱霸世界這種東西來講 已經造成很大的變化 再加上我們都知道 從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甚至去到八十年代 東西方兩大陣營對抗期間 其實蘇聯這個陣營 其實他們不但軍事實力 經濟實力都是不差的 所以來說 一直到這個期間 就已經出現了一種 此超比獎的一種變化 到了尼克遜當總統的時候 他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舉措 就是改變了美元的金本位 脫到R之後 就是美元其實純粹是一個印銀子 他已經沒有一個黃金 作為儲備、作為後盾 去令到他的貨幣很有實力 純粹因為美國的角力 或者是美國的影響力 在世界可以說 以他的軍事實力 以他的經濟 尤其是貨幣、金融方面的實力 令到他在這個世界 仍然站在一個霸主的地位 經過我們知道 後期蘇聯解體之後 中國進行這個改革開放之後 中國已經在經濟實力方面 慢慢地追上貼 我們都留意到 最近這兩三年 其實中國和美國之間 其實都已經成為一個 所謂主要競爭者的一個局勢 美國也是把焦點鎖定中國 很多人都說到 其實是在911事變 即是美國所謂被恐怖襲擊之後 其實如果沒有這個襲擊 其實中國和美國之間 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衝突 我也記得當年 因為中美的軍機 就在南海發生了碰撞事件 這個是很重大一個標示點 很多人都說慶行 講句難聽一點 慶行發生了911事變 所以將美國的焦點轉變去反恐 否則中美之間可能會發生很大的碰撞 這個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這幾年美國已經將中國鎖定為主要的競爭對手 中國和前蘇聯或者是東方的陣營 還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 或者是很大的分別 因為中國有一個經濟 尤其是在工業製造方面 很強大的一個喉盾 作為支持 所以來說和美國之間的競爭 令到美國已經是有少少三有餘而力不足 尤其我們分析了美國和中國之間 在工業製造方面 其實很多時我們說現代的實力 或者現代的經濟實力 主要要靠工業製造 或者工業革命做的喉盾 中國為何積獄這五六百年 為何會積獄呢 就是因為中國以前還是停留在農耕的社會 西方已經實現了工業革命 所以他們特別是在那些火辱的使用 有洋槍洋炮 所以中國已經很難抵擋這種 人家的工業革命帶來的實力的增長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 的確是在工業製造 或者工業技術方面 落到很大的功夫 現在全世界 大家供應有二百多種主要的工業的雷幕之中 中國是完全齊全的 但美國現在因為他鑽營了服務行業 或者是金融方面 所以他工業的製造實力方面 只有中國的一半 即這個門內中國可以齊全 二百多個亂合國供應的 已經可以齊全 但是現在美國只有一半 我再舉一個例子 例如這個造船工業 中國已經是全峰位 到了半年前 中國已經製造了全世界第一手 超過十萬噸的世界級的郵輪之後 中國在最尖端的三大門內 包括航空母艦 包括LNG 即是液化天然氣船 以及高級的郵輪 都已經可以製造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全世界現在可以製造航空母艦 主要是美國有這樣的技術 郵輪方面主要是德國和意大利 LNG船主要是韓國和我們之間都有製造 今次中國已經把這三大門內的造船工業 都可以製造到 所以從這方面都可以見到 中國的工業技術或工業製造能力 已經是在世界的尖端來的 在中國有這樣的工業基礎之後 再加上有14億人的一個龐大的市場 所以對美國可以說是造成很大的威脅 所以這幾年或近兩三年 雖然在GDP方面 因為美元的回率的上升 因為美國加息之後 美元回價的上升 造成中國現在和美國的GDP 又拉遠了一點 但是顧問論如何好 大家公認在2035年 基本上中國差不多是沒有什麼懸念 應該會超過美國 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甚至有一種理論說 其實已經在2017年 中國已經是以靠買力計算的GDP 已經超過了美國 所以美國視中國為最大的對手 亦是和口飛 目前是中國如何與美國相處 或是將來中美關係 中美兩國之間如何互動 既競爭 但亦不要去到大家罵面 大家開片這種地步 亦是新的一年 農年大家一個關注的焦點 結哥 新一年農年 在全球局勢來說 你會比較關注哪幾個 農年我覺得是整個全球的地緣政治 其實又去到一個叫十字路口 對於全世界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之所以說在十字路口 因為2024年 全球我們說八十億人口 其實有四十億人口的國家 大概七十個國家 是會去選舉的 即是說會影響到他們的內政 內政也會影響到外交 全世界將會面臨一個很大的選擇 到底應該何去何從 如果我們說最重要的是美國 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的一個對壘 亦都一定是令到全球的一個格局 可能會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最起碼我們說以巴的一個衝突上 特朗普 大家想想他 他是當時做總統的時候 又是千刀 又是特拉維夫去到耶路撒冷 這是一個最大的禁忌 但是由特朗普當總統的時候被打破 他對於猶太人的一個支持 或者對於以色列政權的一個支持 我相信會比拜登來得更加嚴峻 大家都知道現在這個火藥庫 其實大家都想撲火 包括我們國家都希望 在當地這個以巴衝突 可以盡快地畫上句號 或者最起碼在一個受控的情況之下 但是如果2024年是由特朗普執政的話 我相信這個情況只會惡化 不單止在以巴的這個層面 令到全球的安全係數大大的減低 其實安全係數是很多國家 我們看到安全會越來越差 衝突會越來越高 包括在俄烏的層面上 大家想想俄羅斯 其實已經去到一個新常態 在俄烏衝突的開初 其實俄羅斯的經濟是受到一定的衝擊的 大家看到他主要是靠能源、天然氣 這方面的資源去賺取他的外匯收入 很多武器大家看到好像跟不上 都需要其他國家的支援 但是經過這一段時間之後 俄羅斯似乎進入了一個新常態 以生產軍工作為帶動經濟的一種方向 變成了他的一個新常態 他對烏克蘭作戰的持久力 我覺得那個韌性比之前來得更強 這方面令到衝突可能都不是那麼容易 就是說說完就完 當然他未必有一個大規模 再有一個大規模的很大的衝突 但是不是那麼容易畫上句號 這種持久戰可能會持續下去 所以整個環球的一個局勢 我覺得農年我自己說的是 安全系數有變化 另外就是全球因為選舉年的原因 大家都再次去到一個十字路口 到底應該何去何從 也是考起所有的每個國家的領導人的一個智慧 今天是大連初一 不如我們先搞新意 你可不可以嘗試用九運 來預測一下未來世界的局勢 或者只是中美的局勢 今年2024年我們是在說九運的開始 但是大家可能只是在想 我們中國行九運 我們香港行九運 我們這個地方行九運 那是否全世界都行九運 不是的 其實我們現在在說行九運 但是美國在說的 他們現在是在入三和四運 如果大家問一下 為何我們的國家行九運 人家行兩個運 原因是很簡單的 大家把地球想成一個橙就明白了 一個橙有很多鉗 其實我們國家南北是相對發展的 沿岸都相對發展得很好 但是西面其實現在正在發展 所以如果整個運 一鉗一鉗橙走的話 我們現在走九運 再前的鉗就是一運 再前的鉗就是二運三運 所以美國現在正在預備行三四運 我們正在來行九運 那麼問題就是九運 我們叫九子 或者叫熟火的運 意思就是那些IT 或者熟火的行業 電腦 晶片 人工智能 這些東西 甚至乎是說航天科技 都是我們相對比較好處的東西 那麼你會說 那為何我們走一個 源頭就是因為我們不是東西兩個岸 美國是東西兩岸 換句話說 在整個經緯度角度去看 我們是說從東京75度到東京135度 橫跨60度 即是一個圈是360度 我們是橫跨整個地球的六分一 美國其實跟我們差不多 他們是西京125度到西京65度 都是60度左右 其實我們兩個國家橫地數差不多 不過他們有東西岸 我們就是南北 我們的西面還沒有發展得很好 所以我們今天走九運 西面就相對不是那麼好處 但是不要忘記 當年我們走五運的時候 即是1944年到1963年的時候 美國是走八九運 那時候他是說軍售、武器 又或者是 是令他在二戰之後 確立了他老大的形象 那麼這些東西是什麼來的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火的 如果你再看看 然後他的九運 就由東岸移了去西岸 即是說是1964到1983 這段時間有什麼 美國看到Motorola Intel Fairchild 所有這些高科技 或者是晶片 甚至乎矽谷 都是這段時間出現的 我記得70年代的時候 在美國矽谷是一塊爛地 沒有東西的 但是去到80年、90年 周圍都是科技公司 都是這段時間 就是由東面移到西面 加州行九運 或者美國西岸行九運的時候 正正就是 他們在科技發展得最蓬勃的時候 然後再過了 輪到我們走七運 那時候已經是說1984到2003 那麼我們七運 他們是走一、二運 那時候美國在賣什麼 一運是說賣自由 賣民主 賣一些好像很開心的東西 那麼後果就是 其實你看到這一段時間 很多人的移民潮都說 我走去美國好像尋找到自由一樣 那些人說那裡有新鮮空氣 空氣都自由一點的 問題就是他東岸就正在走二運 那二運是二黑星來的 那麼大家記得 1984至2003 這個東岸的二運是什麼 就是1991的時候 然後去到現在 剛剛現在 他還剛剛西岸走完二運 西岸以前說的是 加州是民風富庶的地方 以前說的是民主黨的天下 說的是那個地方是最有錢的 現在都說的是還是很有錢的 不過大家都知道了 我們說了這麼久 你現在去三藩市 到處都是露宿者 你現在去那裡 很多公司都搬走了 你去三藩市 很多大公司都不見了 全部都可以的 那是什麼事 在走二運 什麼來的 是二黑 就是說他由東岸那個壞運 二十年間就搬去西岸 那麼就去了西岸 我們呢 就現在走九運 所以 如果我們看看 接下來的二十年 不難會覺得 就是這個東升西降的邏輯 就很合理 假設就算你不相信風水 你都會相信一個trend 一個大勢 就是這個世界有上有下 次銷比獎 有好就有壞 這個世界沒有永遠的好的 但是問題又出現了 接下來我們九運之後就是一運 換句話說 由2024到2043 這個我們正在走九運 就是我說熟火 接著我們接下來走一運 就是2044到2063 這二十年我們輪到走一運 那感覺是什麼呢 就是應該說我們的科技發展到差不多 開始說的就是 輪到我們跟他講自由了 就是應該一個大勢會變成 就是當美國今天還有很多人說 你看看我們在這裡多自由 去到一個位置就是 人們會覺得美國不再自由 現在大家已經看到他的所謂民主 他可以說成也民主 但是他敗都是民主 他亦都是因為他的所謂民主選舉 叫一群真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人 是在民粹主義的情況下 將自己的國家 或者將自己的很多東西都拆散 你看看英國的脫鉤 你看看現在個個都說要獨立 你看看美國 其實如果這樣搞下去的話 現在已經越來越多人見到 你選舉 你根本不能夠用你的選票 選出一個你真是想要的總統 你那張選票 只不過是被政府 或者應該是被那些兩黨 或者背後操盤的人 他所利用你去得到你的權利 或者得到你的權力 好讓所有的民眾的權力 因為你放了選票下去 你的權就給了我 我就代你運動這個國家 而你不要理我怎樣搞 結果美國就倒當 所以如果你再看一看的話 接著他就輪到走三四五運 三四五運的話 一直到六三年 就已經是說入五運 東岸入五運 我們那時候就走一運 那麼五運就像是甚麼呢 我們中國建國都是五運來的 都是說一九四四至六三 走五運的時代 其實很多國家都捱不過三百年國造 美國現在快要二百五十年 其實再下去數那四十年 其實如果沒有猜錯的話 美國應該有一個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美國以前不是兩黨政治 以前曾經是有工業黨 諸如此類其他黨 到今天這段時間 又現在這些黨 再下去大家會見到 它就是民主黨基本上想壟斷市場 你看到現在它玩的甚麼LGBTQ 所謂的公平 所謂的人權 目標是甚麼 目標就是令到你無法再投 傳統的美國共和黨一票 你覺得你不願意投一個牛仔的一票 其實牛仔都可以有情有意的 美國曾經興起的時候 的而且確是用這種 美國家庭觀念去做事 今天沒有了 今天變成了甚麼 今天是男男婚姻女女婚姻 然後還要跟你講平權 我不是覺得它有甚麼問題 而是如果你用這件事 做一個政治的大方向的話 後果其實很嚴重 民主黨是會在未來 都容易贏到總統選舉 因為大部分人都不願意再投共和黨 再投那班變成死硬派 變成好像很老套很保守的 被人打成一個 所以你看共和黨是在分裂中的 但是民主黨用這種方法再走下去的話 後果就是 它就會看到輪到美國自己一黨專政 輪到美國人會覺得自己 為甚麼選來選去都是那個黨的 為甚麼那個黨根本沒有變化 越搞越差呢 因為要知道 其實我們國家和他們的國家很不同 我們是搞定了所有東西 擺平了所有東西 然後大家才決定我們向這個方向走 他們不是 是爭了拿了一個陀 就是掌陀的權 然後我想怎樣走好讓我有利自己 所以民主黨那種被人看到 他越來越想濫財 越來越想做 就是用政治的權力去導致他們 賺多些錢的這件事 會是越來越浮上面的 這件事以前不見的 現在很明顯 遲些會更明顯 後果就是 美國的窮人越來越多 反他的人也會越來越多 那只需要時間 就是現在基本上在煲 問題是煲這40年 美國就會去到一個邊緣位 就是搞不定了 他們要由頭玩過 所以 經常都聽到人說東升西降 我會覺得 如果你用國運這件事去看 我們現在暴入狗運 香港暴入狗運 特別是我們說香港很著數 我們在中國的南方 國家的南邊 食正南方離火運 所以其實我們是有利益的 所以用這個角度去看 美國正正就是開始 佈有一個息美 開始向下坡 走下坡的一個懷運 所以 經常都說 就是東升西降 我覺得是有理由的 魯迅 剛才幾位嘉賓 都提到東升西降 那為什麼拜登上台之後 其實美國相關的數據 好像是不錯的 拜登已經在位三年了 我們趁這個農連 回估一下他三年的業績 我試試從四個方面去看一看 知己知彼很重要的 第一 就簡單 他究竟到年底了 過去一年 他拿到一個什麼成績表 是我們大家都比較容易了解到的 再看他有關的內政 然後外交 以至最後的點評 我們大家比較了解 美國的成績表 基本上都離不開 有幾個重要的數據 一 美股是非常高 第二 他的股票意外的經濟狀況 GDP都很好 去到2點幾個% 去到3個% 最後一季 以至全年的平均值 跟著 說就業也都很好 關鍵更加重要的 美元是很強 令到世界各地的貨幣 包括人民幣都好像受到壓力 這是第一層面 見到業績 交出的功課 拜登似乎不錯 究竟他做了什麼呢 內政看回過去這四年 或者叫三年 第四年現在開始 一般我們討論的時候 都比較少談 究竟拜登用了什麼叫經濟政策 但其實他有的 只不過討論得少 他叫做拜登經濟學 主要似乎中國一樣 是強調如何做好 這個中產階級的人士 關鍵的用詞 包括在公共投資上 幫助年青人 幫助貧富弱勢 所以如何幫助工人 賦予權力 以至公平的社會 公平的競爭 這個就是說 由內而外 由下而上 分別很大的 之前特朗普年代 是上到下 現在是由下到上 做好的基層 我會看回 跟中國所處理 所要求的 很近似 他裡面說 有五個方面 為什麼壯大這個中產人士呢 一 就是屬於中產路徑 所提的包括工人 有家庭 以至消費者 他要提供這個高質工作 是會幫他們 有一個渠道向上 也跟中國很相似的 就是說我要令到 基本上的基層 可以有向上的渠道 他還要多加一句 是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 都可以幫他 第三方面 重視一些 比較弱勢的社區 弱勢社群要關注 也是跟中國好似 第四點 產業有銀性 因為如果產業沒有競爭力 怎麼辦呢 這個就導致到 為什麼會在貿易政策上 會抗衡中國 當然最後一點 就是屬於關鍵產業 我發現原來跟中國又好似的 關於創新產業 有競爭的新興產業 他都幫忙的 這個五個方面 就是屬於他的 拜登經濟學主打的 回顧他整體 很多個政策出來的 他沒有特朗普那麼多 特朗普不停簽署新的法案 甚至沒有通過討論的 自己總統說做就做 但是拜登都是經過討論 而主要的法案呢 第一個 就是在疫情之後去上場 所以提出的就是屬於 新冠紓困救助法案 當時也今晚來說是超大的 比往後幾個法案都多 接近2萬億美元 也都導致整個經濟 其實受惠很大 往後最後總結再跟大家解釋一下 第二個也都是上台的年底 2021年上台 到11月的時候 他就出現了屬於基礎設施的 兩黨配合的法案 一做就準備做5年 又跟中國好似的 因為中國基建高鐵做得很好的 美國我們知道高鐵都沒有 甚至說公路出火車 是一直出熱愛死人的 在這方面加強 基建做得好 對整體的運輸都會好 這是第二點 第三個法案更加重要 就叫做通脹削減法 2022年的8月份推出 金額少一些 之前一個都是過萬億的 這個就不夠過萬了 8千億左右 但是也都幫助到 整個美國社會在這個消費上 有一個津貼幫助 我們經常都說 咦? 我們新能源汽車可不可以去美國呢? 美國政府說不給 但是新能源汽車有補貼的 不就不影響這個通脹 幫的就幫美國在這個綠色轉型上 有一個很大的發展 不過這個幫助呢 究竟有沒有用呢? 其實又幫到它 也都幫不到它 因為它限制了中國有關 去非接受的地方 相對的津貼 只能夠給一些貴的地方 相對的津貼 所以這個法案是屬於 比較針對性的 所以這個法案是最大的 就是在這個國際上 貿易上是針對中國 所以它幾個法案 看上去不少的都挺理想的 只不過在這個國際上 我們面對它對中國的打壓 就很明顯了 我想去到這裡 總括它在國內的政策 帶來多少的成績表 剛才所提的 好像不錯的經濟 它的經濟GDP增長 去到去年年底 是2.5% 接手之前 特朗普是講負席的 失業率 特朗普交給它是6.7% 但是拜登最後交出來是3.7% 明顯改善的 股票三年之間升了26% 通脹的當然沒那麼好 有3.4% 接手1.3% 總括有關的成績表 其實拜登交了一個 幾量例的成績表 不錯的 但是要注意 我剛剛跟大家分享的數據的資料 其實不少都是拜登 他的團隊 在一個社會上做功夫 為選舉而介紹的 數據說得這麼漂亮 但是社會好像感受不到 那為什麼呢 其實 講的是一方面 我說他跟中國好似 但是做不做到中國的效果呢 這個就成為主要的議論 如果他沒有刻意說 我們 談得比較多的就是 整體交出來的世界功課 他是不是達標呢 先講前面 他四個法案 包括用了很多 在疫情上的開支 接近2萬億 錢從何來 所以 留意到 拜登政府 他帶來的那個負債 是說三十二萬 三十三萬億 這個是從來沒見過的 一個超高數字 跟GDP 比的百分比 也都已經過百了 第二 他做了這麼多功夫 也都帶來了 財政赤字 因為你要用錢嘛 靠哪裡來啊 就是赤字 他的赤字 在最初的時候 是很高 跟特朗普最後一年 接近 也都說三萬億 那當然 這個疫情慢慢過了 社會好起來 但是都不少 是說1.7萬億 最後埋單 反映 靠燒錢帶來的經濟效益 好像成績表不錯 自然大家就要深深想想 不會長遠 究竟貿易做了這麼多政策 針對中國 他又成不成功呢 答案 不成功 貿易赤字 特朗普留下給他的時候 是說6500億 但是去到拜登 最後的功課 剛剛見到的數字 是一樣過萬億 11800億 所以你說要令到市場好 外面的貨物來不了 但是實際上 他的製造業 都是不夠世界來 所以都是變成了 是一個貿易赤字 最後 他出現到 一個好戰爭之後 要加息 就帶來一個好心願的影響 他加息 本來是應該回復正常 甚至叫資產負債表 要縮表的 我們明白 社會多錢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通過加減息 第二 就可以通過政府 央行的資產負債表 膨脹或者收縮 一旦膨脹 錢就推出社會了 不過 應該08年這個現象 10年之後要調整的 沒有能力調整 這個是帶來 另一個資產負債表 是沒有可能縮 本來是坐下來 希望可以改變的 最後有兩點要注意的 第一 就海外投資於美國的債券 見到明顯下減 我見到特朗普上台之前 投資美國是達到30%以上的 到現在拜登 即是剩下23.6% 少於四分之一 還有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 美月是強勢 剛剛分析的 就是帶來美國一個 很強的江湖地位 但是有沒有留意呢 美元這一種 屬於國際要的貨幣 儲備上的比例 也都大幅減少 特朗普上台的時候 65.4% 兩任政府 拜登的埋單 剩下60%不夠 我想這個就反映了 他表面的數據 去做游說 要拿選票的時候 說得很精彩 但是背後付出的代價 他不提 究竟是否可以成功呢 第三點 我再進一步 轉入去外交 不過我想簡單點評一下 因為外交我們都討論了很多 如果外交 我用四個方面 總結拜登 跟他在上台的樂言 到底他做了什麼呢 第一 他跟盟友的合作 見得到了 因為特朗普是拒絕的 跟歐洲不談 但是特朗普的失敗 拜登改善了 第二點 他在外交上台的時候 清楚所提到的兩個國家 一個中國 一個俄羅斯 中國排前 俄羅斯排後 反轉到最後 俄羅斯成功突出的目標 就是發動了俄烏戰爭 我們分享過 俄烏戰爭不是無端出現 而是美國政府有意推動的 這個外交的第二點 是成功了的 第三點 貿易上不讓中國埋身 希望打到中國 對中國索造脅迫形象 我覺得又成功又失敗 成功是不停講這個角度 令到中國的形象受損 不過實際上起不到幾大效果 這是外交第三點 第四點 就是屬於中東問題 他發生了一隻黑天狼 是完全自己莫做好準備 因為中國在中東 在兩個叫做伊斯蘭世界 沙特拉伯和伊朗 搞到大和解 但是相對地 他們的和解也促成了 出現了一個叫做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 衍生的問題是很多的 美國拖號不到的中東 就令到拜登 現在怎樣講最後的埋單 所有的三方面講完 最後講兩句的總結 回顧剛才所介紹的 表面所介紹的拜登政策 好像很成功 也都成績表不錯 但是他付出的代價 日後怎樣埋單 怎樣計算 這是第一點 第二 他講的好的成績 沒有刻意 或者沒有提到社會背後的矛盾 我們所提到的加州的亂 還有關於美國 南邊和墨西哥接近的地方 出現可能的內戰 以至特朗普產生的 整個國家裏面的 自相矛盾等等 數不完的情況 在拜登政府之下 怎樣解決 看不到 我想社會矛盾 以至以後的包袱 都是成為拜登 往後 龍年 以及他的接任人 下一個 或者是自己 怎樣解決 整體世界局勢 是有一定程度上 難以處理的處境 彭克薩 你覺得今年的龍年 是福年還是空年呢 如果根據傳統的中國文化智慧 有沒有資料給大家參考一下 2024年就是甲晨年 甲晨年就是龍年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龍年 是很大的一個轉變 因為龍是講靈活變化 我覺得這一年是一個危機 以及巨變時代的一個轉捩點 你看到現在中美博弈的結局 大家都說了 其實就是東升西降必然的趨勢 但是期間的困難是重重的 所以現在我們中國正在面臨 在這段時間裡是最困難的時期之一 而這個關係是令到對國際的影響 其實對自身的影響都是很深遠的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 我覺得剛才大家 我為何開始祝大家多福多壽呢 福一定要自己求 不可以單單靠外面 一個形勢未必是他沒有的 第二壽就告訴大家 大家都經過新冠疫情就知道了 其實人類真的無辦法 可以能夠克服天然的這些瘟疫 所以健康是很重要的 而你看到就是俄烏戰爭 在歐洲那邊很亂 俄烏戰爭大家剛才的嘉賓都提到 俄烏戰爭基本上其實已經到尾聲了 你看到這個形勢 其實現在我覺得是一個最後的 扎連斯基垂死的掙扎 但是最關鍵的就是 俗後之後 那個重建或者整個形勢會變成怎樣呢 這個會很關鍵 因為會影響到整個歐洲 和其他國際的關係 好了 到這個我們中國和俄羅斯的合作 根本已經是必然的事 因為大家都面對很多不同的威脅 威脅戰爭來自於主要是美國 所發動的基本和聯盟的西方國家 那麼這個這樣的結盟 不需要一定是正正式式的 現在最重要是所有的合作 反而一件事 你說了不做 好像美國和我們中國那樣說 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說不用說的 但是要做的更加重要 好了 我們看到一件事 是美國那個衰敗 大家都看到了 其實一直是走緊的 他這個經濟危機和國內的危機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大家看到一件事 今年基本上是這麼多國家 一起都是選舉 以及有新的政治人物上場 其實你看到整個的組合 是完全變了的 所以為甚麼是一個 危機和巨變的時代 為甚麼呢 大家看到的 越來越來的 我看不到他們現在 在這個俄烏戰爭 以及這個尾巴的衝突 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結局 誤會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 當你一打仗的時候 要收檔的時候 更難 為甚麼大家都要面子 已經投了那麼多人力物力 以及人命 所以你看到那是很困難的 在全球的發展 你看到就是中東 歐洲基本上都是火藥庫來的 好了 而在這個二十一世紀 我可以告訴大家 現在應該 剛剛 我們暴入這個時代 其實是剛剛是最動作的時刻 我雖然說 希望龍年是大吉 但我自己又很難相信 龍年是真是一個吉年 我反而覺得它是一個空年 看到這個情況之下 對我們來說 整個其他的人 我們在這個時代的人 如何面對這個危機 你現在看完這個 俄烏戰爭的影響 中東戰爭的影響 會不會出現了這個大饑荒 大家知道全球化 大家都完全是這個息息相關的 如果美國出現問題的話 是否一個完全有骨牌效應 或者連累到其他地方 我覺得這個危機是存在的 所以如果大家回顧一下 當你說到這個未來一年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很關心 尤其是甚麼呢 就是說究竟我們中國傳統的文化 對這些未來如何看法呢 如果大家在屈肌頭 屈肌論都聽《案國》說的 其實所有的事物 我們中國的文化裡面 的大道之源就是易經 易經講甚麼 很簡單而已 就是Dr.Wilm也提過 世界本身就是這樣變的 所以說來講就是幾個字 就是物極必反 當你不可以成為一樣 永遠都會上 當你到頂的時候就會下來 當你下來的時候 那個趨勢是怎樣呢 如果你看到一樣 就是在西方的 整個用的這些預測 就是大數據 但我們中國就不是的 在易經有講的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一個就是 變逆、簡逆和不逆 甚麼意思呢 變逆就是所有的變份 就是這樣走法 是不是必然的事 好了 然後到這個簡逆 將你能夠拿到規律的時候 你就能夠預測到下一步的走法 不逆有些是永遠都不變 很簡單 人性的那些劣根性是沒得變的 所以為甚麼打仗的時候 一個人都不肯收拾路 就一路撒死人為止 你看到現在的以色列 怎樣去迫迫這些巴勒斯塔 人家就看到 根本是完全不人道的 但仍然都是這樣做法 那你就看到人性的那種是沒得改的 我講那麼多做甚麼呢 就想告訴大家 就是其實在這個的整體性 如果要從風水的角度看 風水我們經常講 就是有一個大的一個週期 是180年的 分成上元、中元和下元 那之後將180年 就分成了九雲 現在我們剛剛就去到 下元的九雲了 那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當你從開始到九雲的時候 所以九雲這一個 是一個比較上 不是那麼好的一個雲 所以我們剛剛開始的時候 就變成了一個 未來的二十年 都是大家要小心點多 還有應該居安私危 還有重要的是自求多福 為甚麼呢 外面的形勢 是相當相當亂的 也有人這樣說 他就說 上元的人出生的那些 通常就聰明一點 為甚麼呢 亂完之後 每個人都要掙扎生存 好了 到中元的時候 就可以享受到 上元的人所做的事 到下元又開始亂了 所以變成了 在這個也分開了 這三個不同的階段 那些人的質素 和命運 和經驗也好 所以告訴大家 未來的二十年 其實大家真的要努力 和要小心 你也要聽一下一樣 其實在2024年 在這個王極經濟港 掛象就是風掛 風掛是甚麼呢 風掛就是雷火風 上面是雷 下面是火 其實也是火 火是代表甚麼呢 好像很亮麗 也很漂亮 但其實裡面 也包含了戰火 如果雷火風 雷是甚麼 雷是震動 就是動 所以告訴大家 今年的戰火 可能會發生 好了 如果真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剛才我講了 居安私隱的話 如果真是遇到 世界上真是有些戰火 能夠埋到我們這一邊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自保 和自求多福 我覺得這個大家有時間 應該要真真正正 是深思熟慮一下 好了 那講這些是甚麼 就是我們這個中文化 那種傳統的這些 術數的智慧 其實配合我們真正正看 這個國際的形勢 這些術數只是用來參考 但是當你將這些 加回整個國際的形勢 你就發覺 他們真是有一個 很精彩的智慧在這裡 所以如果這樣推論下去的話 很可能是甚麼呢 就是真是2026年 或2027年 可能就會台灣有大變 那這個2024年 是不是會發生呢 亦都有可能 但是我覺得 2026比和2027的機會更加大 所以今年如果這樣的情況 其實氣候的變化 可能真的能源危機 亦都會再出現 所以你看到一個氣候變化 地震、海嘯這些 完全是有可能的 為甚麼呢 在2024年 絕對不是一個 很平靜 很安穩的年頭 其實每一年大年初一 我們屈肌頭條 都會加入坎如學的元素 不過要提醒大家 這是子宮學術交流參考 新年大約祝大家 年年有大語 誰誰更屈肌 我們下集再見